古代打仗是很少有女人参战的,那是因为那时候打仗听的都是戾气,女人天生身材瘦小,而且力量比男人要相对来说差一些。 不过现在时代不同了,作渣武器不再是刀啊,剑啊,而是用枪和更先进的战斗武器,大多数时候长途型军用的都是车啊,运输机啊什么的,虽然体能的强弱,依然是对现代军人军事数字评判的重要标准,但却不是大部分标准了,比如说,打枪转也行,熟练操作军用通讯工具也行,会战场救护也可以。 所以,作战场后人更是不错,其实这些考验技术,智力,行动力的战场岗位女人也可以做呀,所以也就不奇怪为什么部队有不少女兵,甚至特种部队都开始招收女兵了,那么特种部队的女兵,又有着怎样的作战优势呢? 很多人一提起来女人当兵,尤其是女人当特种兵,可能就开始吐槽了,女人力气比男人小多了。 真到进战的时候打得过吗?女兵省力气时还打仗吗?女兵被俘虏了遭受不公平待遇的时候可怎么办呢? 女兵的这些长头发一类的生理特征,影响了作战和怎么办呢?其实战场也不是国家家的儿戏,这些因素自然是他们参军之前考虑在内的。 女兵不仅能做到在战场上跟男兵无区别,更是会渗透到普通兵种的作战部队,特种部队中作战部队当中去。 战场上只有敌人和战友,没有男人和女人,女人强悍起来一样不可小觑。 其实以上女人特有的问题,重,长头发和生理特征很好解决,修整一下,不影响作战就行了。 力气这种东西,估计的是所有的女人力气都小,只能练到一定程度一样可怕,生理期可能是会影响到正常战斗水平的发挥。 但比起战斗时候受伤的问题小多了,他们依然能够克服,包括战场被俘,人为刀柱,物为鱼肉,不见得男特种兵待遇,就好到哪里去。 曾经大名鼎鼎的FAS特种兵在早期的时候,已有被俘后被虐待,并全体被行刑绞杀的历史。 其实特种兵被俘后,也有自己的一套训练应对方案,虑特种兵也一样。 不管是伪装成灰色人群,还是上演越狱现实版,他们也有自己的一套套路,不管怎么做,男特种兵和女特种兵,在被俘后,都会是以保证军队和国家利益为前提的。 其次是保命逃脱优先,再可怕的后果,也可能会发生在特种兵身上,只是他们早就有过这个心理准备罢了。 女特种兵也是一样的,除了女人当特种兵的这些坏处以外,其实她们还是有着很多的先天作战优势的。 女特种兵甚至说可以称之为特种部队的秘密武器。 日内瓦公约保护作战双方的士兵,女性的身份却能在一定程度下保护女特种兵。 首先战场上的女性是最容易让敌人放松警惕的动物。 女性代表着母性,代表着家庭。 所有的人,包括战士们看到她们都是一样的反应,迟疑,或者是心软。 即使是老远的士兵,对这方面是特别的,有经验,也会把女兵当作普通战士来看待。 但是不见得所有的士兵,包括特种部队对战的敌人,违毕就是普通军人,也可能是来自普通家庭的普通平民。 这些人遇到即使是拿枪女兵的时候,也是会时宜当,可能反应的时间会很短。 但对于受过专业训练的女特种兵来说已经够了。 所以说在某些作战场和指挥官也会明智的派女特种兵上场。 另外,有个很重要的事情,就是大家不能忘了伪装,也是特种兵常见的作战方式。 有了女特种兵,特种作战小组,就可以分配出来伪装夫妻,伪装女护士,伪装普通母亲的角色。 这个时候总不能让男兵来代替吧,假如女特种兵笑貌并不平凡,那在特殊战场上的作战效果也就更不一般了。 这极标也就发 nov了多种兵、伪装 提表词,就是来东西 离开。 感谢观看